就是 做这种节目 其实难点在哪 或者是需要注意的地方在哪 我们也才开始做 我觉得就是 先打动自己 就会打动别人吧 而且我觉得对来的人要 要有好奇心 就你们真正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或者就是要真实要有好奇心 但我觉得你们 就我自己来 我刚刚在里头 我都就好几个瞬间 我忘了 带路景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 也是蛮特别的一件事 其实我之前也忘了 但这两期我想起了 但我觉得忘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是呀 我们追求的是这个 对呀 因为只有在这种最放松 最自然的状态 你才能够去表达一些 可能你在其他地方不会说的东西 因为它终究来说 它也就是在一个家里头的一种交流 大家看你这个 你自己觉得呢 你想到这个节目是什么的模样 其实我理想的 我说实话 其实昨天种地我挺快乐 就是 我跟我喜欢的朋友们在一起 我干啥都行 就那个事我一辈子我自己都不会干 但因为我的朋友喜欢干 然后我也跟他一起干了 干的过程中我们聊天也挺高兴的 我觉得因为首先这个东西 毛血光一定要有你们两个的灵魂 所以但你们两个可以喜欢不一样的事 就要不然就一人列 列五到十个 就你们觉得可以在家里可以干的事 还有你们想要 就是我觉得一个 我最近也是在思考内容这件事 我觉得 就是 就因为我也还在学习 还在摸索嘛 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就是要把它做到一种极致吧 就比如说这是你们两个的家 那你们两个可能就要聊一聊 就是 你们想要做的是什么 或者说你们想让大家进来的时候 感受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要把你们两个人的想要做到一种极致 其实我俩想要都是一样的 就是 我在家里和朋友一起做一些事情 留下一些回忆